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AE制作一下 最近抖音上比较火的人物动态展示的效果 速度完成只需要点击素材替换 就可以替换成自己喜欢的视频或者照片 非常的简单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新建一个总合成 导入需要的BGM 展开BGM的波形 在播放音乐的时候 按键盘上的信号键打上标签 标签是为了让我们确定效果持续的视察 然后再新建一个素材替换的合成 导入自己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回到总合成 把素材替换拖下来 第一个标签前面需要加一些简单的画面移动 后面只需要拼贴的地方 我们暂时先不用制作 新建一个摄像机 然后打开素材替换图层的3D效果 展开摄像机的变换属性 给位置和缩放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在第一个标签的位置 再打一个关键帧 位置和缩放数字不变 然后移动一下画面的位置和缩放 这里需要根据音频的节奏来打关键帧 但是因为现在听不到音乐 所以可以先打关键帧 后续再根据音乐调整 然后全选按键盘上的F9键 转为备赛而曲线 调整完成之后 简单的看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不合适 可以再继续调整 然后原视频在开始的时候 会有一个模糊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效果预讯里面搜索模糊 选择摄像机镜头模糊 在时间一开始的地方 给模糊的半径打一个关键帧 数值调的稍微大一点 记得勾选重复边缘属性 然后在第二个关键帧的位置 把模糊半径数值调为0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再简单的预览一下 可以看到还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我想在这里 让画面停顿一下 所以需要复制后面的关键帧 然后粘贴一下 前面的移动画面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是后面的拼贴效果 我们按键盘上的Ctrl Shift加D分离一下 重命名为拼贴 然后把模糊效果删掉 摄像机采写掉后面不需要的部分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的剪断 因为后面的画面是不需要拼贴的 简单改个名字就行 然后拼贴图层 我们按键盘上的Ctrl Shift加C 新建一个愈合成 这里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 我们需要加一个胶片边框 然后调整一下缩法和位置 然后再修改合成设置 让画面再大一点 我之前做过 所以说知道它的数值 调整完成之后 回到总合成 先给拼贴图层的缩法和位置 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后移动几帧 可以根据音乐的波形 大概判断一下节奏 然后调整缩放和位置 以此类推后面的操作 我们在大概第三次关键帧的时候 画面需要缩放到最小的值 这里我选择12 因为如果太小 画面就看不清了 最后两个镜头相接的地方 复制一下第一个关键帧就可以 其他的地方也继续慢慢调整一下 其实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值和位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来 记得按F9转为BaseR曲线就可以 然后展开曲线 根据缩放的速度 简单的调整一下 在效果和预设里面搜索动态拼贴 在我们缩放到画面最小的 这个关键帧的位置 调整动态拼贴的输出宽度 让它的左右两端超出画面就可以 切记数值不要太大 然后输出的高度也是一样 数值超出画面一点就可以 不要太大 否则的话会很卡 我们简单预览一下 动态拼贴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需要加一点运动 如果我们直接调整动态拼贴里面的向位属性 画面是一个上下的运动 想要画面左右移动的话 只需要勾选水平位移即可 在拼贴图层的最开始打一个关键帧 在拼贴图层的最后一帧 调整向位属性的数值 给它乘以5 然后运动的速度就会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简单播放看一下 如果感觉某些关键帧的速度不是很好 还可以简单继续调整 左右移动的速度还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在这个位置 我重新调整了一下 让画面稍微定住了几针 现在再看一下 效果是不是比刚才好了一些呢 最后是加一点樱花 直接用樱花的素材新建一个合成 然后右键选择时间重映射 简单的修改一下速度 这个效果呢非常的简单 不用多说 回到总合成 把樱花素材拖下来 因为这段素材不带通道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的混合模式选择成屏幕 然后再整体呢预览一下 根据音乐呢 再简单的调整一下关键帧即可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需要换成其他的相片 或者是视频 只需要点击素材替换就可以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